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女明星的红毯本就看点十足 更何况是班奖典礼的红毯 对于她们而言红毯如战场一点也不为过 现礼服少则十来万众则百来万 在红毯上衣服就是咖位的象征 所以说很多知名女星都会身穿国际高定亮相红毯 这就形成了红毯内卷 作为时尚圈宠儿的妮妮 一直以来都备受各品牌信赖 这次身穿的是Alexis Mobile 2021的春夏高级定制系列 身姿曼妙简约大气 搭配复古妆容自成风景 不得不称赞一句 有泥泥在的红毯从不失手 同样身着高定意气风发的 还有今天晚上的焦点人物 喜获事后提名的童谣 她身上的这件衣服来头不小 阿玛尼的春夏高定 这是今年内娱 唯一身穿阿玛尼高定出厂的女星 能给到这样的牌面 不愧为品牌大使 有着金圈小公主之称的关小彤 自然也不能输 她的第一套礼裙 来自于高定品牌ZM的当机新款 红红色的礼服配上冷白皮 本就别有一番风情 再加上关小彤的逆天大长腿 把这身红衣穿的气场十足 可见这次她的造型团队 做出了很大改变 她的第二套礼服 来自于华伦天奴的当机新款 这套礼服非常的端庄典雅 本就20出头的年纪 硬生生的给她平添了 几分成熟稳重的感觉 上身效果相当不错 年纪轻轻便拿到事后提名的谭松韵 这次也下足了功夫 一身雪白礼裙大秀偶臂 她的团队这次也做出了造型突破 终于不再一味的追求少女感 而是逐渐转变为亲属风 这种风格也很适合如今的谭松韵 相较于提名的演员来说 拒敬意的礼裙就要简单很多 这一套国牌的礼裙 不过好在本人的颜值出圈倒也无伤大雅 作为一个人气偶像 在造型方面还是处理的太过简单 所以还请团队多上上心 顶着附加千金光环的乔星 在这次红毯中 身着一袭粉衣楚楚动人 她身穿的是Sophie Couture From的当机新款 满如花丛中绽放的粉玫瑰 纯玉饭十足 这套礼裙在乔星的身上 愣是穿出了少女感 白玉蓝的重磅嘉宾 秦海露身穿的是 与酒会相同牌子的Jenny Packham 2000名21当机新款 深蓝色的礼服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修图还是很美 风格也是她一贯的霸总气势 但是现场的打光不行 老致她整个人略微暗沉 腰线也不突出显得有几分老气 语尾之一的小桃红 可谓是名念动人 一点也不属于提名嘉宾 看着珠宝的分量就知道 在造型上下了血本 乌宝跟李福君来自P2C 红绿相见的深V 不显低俗反称高雅 不得不说眼光毒辣 在这些造型中 有的是时尚典范 有的也颇受诟病 毕竟人与人的审美线 从古至今都不统一 但是这些明星在造型的选择上 肯定也是斟酌良久 希望呈现出一个不错的效果 白玉蓝颁奖礼一年就这么一次 这样大小花齐聚的红坦盛宴 也不多见 谁是你心目中的MVP呢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